由青年朋友组成的新北市板桥青商会 每年固定3月29号青年节举办卷雪活动 以卷雪工艺回馈社会 号召各界热烈响应 今年延续服务社会精神 同样选在青年节举办 但这次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延烧关系 板桥青商会预计会准备布口罩、酒精等防疫用品 鼓励大家响应卷雪活动 也能为防疫尽一份心力 板桥青商都会在3月29号的时候 然后在府中检议站前面 然后举办一个捐血的活动 那当然也是响应那个公益的部分 那今年就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地走出来 然后一起来参加捐血的活动 为表达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视 板桥青商会预计以新北市各地青商会串联的方式 举办捐血活动 号召青商会青年团体筹备更多相关物资准备抽奖 鼓励更多人响应捐血活动 用一己之力参与社会公益 募集到的物资啊 其实都是由各个分会的会长 然后或是产业里面去提供出来的 那我们这一次329的部分呢 我们在新北市有五个地方做串联 那我们当天会有五个地方去做捐血 那只要在这五个地方捐血 我们都一样都会有送这些东西 板桥青商会表示 3月29号青年节热血工艺嘉年华 除了防疫会用到的布口罩和酒精之外 还有由各地青商会及会友们所提供的相关纪念品 号召大家在防疫期间 仍不忘捐血助人 协助更多医疗上需要帮助的患者 记者林立如志恒新北报道